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睡眠严重不足 然后一整天几乎都在打哈欠 下面来让沈阳国防医院的专家说下 失眠的时候如何睡个好觉 运动睡前运动运动 不要吃 玩喝完就上床 运动的时候要适当 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在外面散步 慢跑就可以 饮食饮食一定要适当 很多人都喜欢把就会之类的活动留到晚上 然后胡吃还喝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了 所以每天晚上的饮食一定要适当 尽量吃些水果 饮品睡前的时候尽量不要喝太多水 因为喝得太多容易半夜起来去厕所 所以睡前少喝水 不要喝一些提神的饮料 如红牛 咖啡 茶等等 尽量喝一杯热牛奶 有助于睡眠 放空睡觉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想 不管你明天有好事或者坏事 都不要想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睡觉 只有睡个好觉 第二天才有精神的对待每一件事 哭到躺在床上 二十分钟后还是睡不着的时候 那么就不要睡觉了 起床做些自认为比较枯燥的事情吧 比如 看书 英语书等等各种自己认为枯燥的东西 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困 然后趁机睡觉 洗澡睡前冲个热水澡 可以提高你的睡眠质量 冲澡的时间要在睡之前一个小时 水温在三十八度未好 进行二十分钟的冲澡时间 身体舒服安逸更容易入睡 以上这些就全部都是睡个好觉的方法 如果你失眠的话 那么不妨试一下这些方法 我想一定可以有效的让你入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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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